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Ballad Talk 跟大家講講騰訊2022年第二季的業績 消息出來之後因為好過市場預期 或者是市場預期的上限 所以股價在美國那邊的overcounter 就升到接換港幣317元 至少6片之前是這個價格 大約升了4% 對比港股收市的時候 就昨天 利益方面 134B 輕微下跌3% 對比上年同期 對比上季的話 輕微下跌1% 另外 Growth Profit 58B 對比上年同期跌8% 但對比上季 居然有1%的輕微上升 這也值得驚喜 因為這個季度是清零 上海 以至到 應該跌到 趴在那裏 居然 對比上季 都有1%的上升 股東盈利方面 19B 下跌56% 對比上年同期 對比上季 都下跌20% 如果剔除了一次性的特殊項目 各方面 因為現在整個過程都在不停賣仔 賣仔 當然賣鬼了的時候 它有一次性的gain and off 但同時間 亦都會 對比上年同期的business 就會少了 譬如你10分1的business 賣鬼了才算 你剩下9% 你跌10% 但你不可能這樣算 Anyway 如果你計算它的adjusted股東盈利 就是28B 對比上年同期跌17% 對比上季 上升10% 如果你看回分佈的數字 首先 微信和微信用戶 輕微上升0.8% 對比上季 而對比全年來計 上升3.8% 即是你可以理解為 每季大約上升1% 這個都算是幾厲害 Given the fact 你有這麼多億的客戶 的時候 你都還有一個輕微的上升 增值服務 它最大的business 最主要是遊戲 還有 譬如音樂 Spotify 那類 71.6 billion revenue 輕微下跌0.4% 最主要來說 就是社交媒體 輕微上升1% in line with WeChat 和微信的增長數字 而這個 Gaming 無論是海外市場 或者本地市場 都是輕微下跌1% 你看看 Microsoft Gaming business 跌10% 騰訊 僅僅跌1% 非常英俊 在我而言 如果你計算 Growth profit 36.3 billion 下跌5% 那這個margin 由52.9% 到50.6% 成本上 負荷仍然是沉重 雖然他嘗試去減少 同一時間他又說 搞了很多Live 或者是電競比賽 那些都增加了一定程度 成本開支 第二個板塊就是Fintech 42.2 billion revenue 輕微下跌0.8% 居然 在過去的幾季 或者過去的兩三年來講 這個都是會生 金蛋的雞雞來的 而且是不斷來到 雙位數字的增長 就算上季來講 你都會見到 他仍然有一個輕微的增長 現在就開始去下跌了 當然是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中國偉大的清零政策的影響 以至於Business 都是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萎縮 哪怕這個是不斷擴大都好 雖然是這樣 驚喜是 他那個Margin 仍然都有上升 由32%到33.3% 以至於他那個 Rose Profit 都有5%增長 去到14.1 billion 至於第三個板塊 網絡的廣告 強差人2下跌 18.4% 去到18.6 billion 兩個都是18 好像很威威 很容易頭的數字 Anyway 公司就來到去講 最主要是 教育和金融的廣告收入 是下跌了很多 大家知道 由去年年尾的時候 我們就有 共同富裕的 偉大的一個宏願 在當中 其中一個環節 就是 來到去 教育 不能濫收 但是 好像最後 整個教育行業 千幾萬人 都可能會失業 除了 在學校裏面 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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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你不會公開 不公開的時候 就沒有廣告 所以 在這方面 就死了 銀行也是 當你 存錢 還 惡意存錢 借錢 還多些給你 惡意還款 那 用什麼還廣告 你節省點錢 對銀行來說 很好 你又不收存戶 又不收貸款戶 你想怎樣 所以 那個又在想 再不要計算地產 都是 受到一個衝擊 在當中 這個 Growth profit 同樣的下跌 32% 比起 Revenue的下跌 更加厲害 去到7.6 billion Margin 由48.8% 去到40.6% 最主要 就是 當你 Revenue不上升 你仍然要維持 競爭力 各方面 你的營運 仍然要堅持下去 繼續增長 還有 有趣的地方 除了 Production Cost 那些 騰訊說到 監管費用 增加了 看著你 那些傢伙 要貴了 這樣 這個 可圈可點 不知道 他會不會 遲些自我審查 刪掉了 這句話 總之 最傷 就是這個 business 但是 隨著 上海清零 的時候 措施 緩和 我有親戚 在上海 都說 仍然都要去做檢測 尤其是 你出外的時候 搭地鐵 各方面 都要去做檢測 他都很感激祖國 因為 早上 早上 晚上 如果不是 下午要你檢測的時候 就熱鬼死你 對於我這些人 溶了 中暑死了 如果不是 七天 你的健康碼 就變黃 黃馬 就不會馬得來 就 不能出街 差不多 雖然是這樣 至少 不會封鬼 你的家 這樣已經好很多 回復一定程度的經濟活動 估計第三季 應該會好一點 以這個業績 我自己滿意 而且 亦都覺得 他沒有想像中 尤其是 網絡廣告 那方面 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我以為清零應該死得更加厲害 所以是滿意 但是 騰訊 亦都不代表他沒有任何陰霾 因為 譬如 教培業 地產 銀行 那些 應該在第三季 即使上海清零 回來 也好 應該 那些 未必會在短時間裏 再回來 遊戲的監管繼續持續 同一時間 這個國家 需要騰訊 來賣 兒子 雖然 你當年 很便宜的價錢 來賣 你 的兒子 但是 問題 就是 有很多這些 business 都是賺不到錢 所以 所以 長期的虧 有兩個極端的看法 一個是 既然是虧 既然是虧 的時候 擺到帳目 都是不醜 現在買了 便很開心 但是 問題 就是 你之前的股值 是高的 雖然 你是 入帳 未必 每樣東西都會 放到 這個 profit and loss 純粹在 bounce sheet 裡面 來反映 但是 問題 現在 香港 和中國 股市 都是比較低迷的情況 再加上 大家都知道 你賣 還有 美國那邊 很多公司 自願 或者 祖國叫他 或者 美國逼他 都會來 逐一逐 撤出 以照 每次撤出 哪怕 短期的影響 都會受到 一定程度的挫折 在當中 你在這個時間 賣的時候 一定 賺得不夠多 或者 甚至是虧本 這個 或多或少 都會增加 uncertainty 再加上 是增加 他 那個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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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這些 都是 他 不好的地方 再加上 如果內地的經濟 在 2022年 半年 到2023年 又不夠好 還有 如果 賣完仔 都不夠 偉大的祖國 仍然要繼續逼騰騰訊 其實騰訊已經很怪 比起馬雲 這些 爆響口 雖然馬雲現在都 收皮 他問他現在 在歐洲 不知道哪個地方 還是 被軟禁 誰知道 就算 有圖 也未必有真相 Anyway 這些 都會阻礙到 股價 這個 也解釋到 為什麼 他的股價 由 六月 尾 七月頭 四百元以上 滑到最低 二百九十元 我自己的 目標价 仍然是 計算 基本 因素 你都不在乎 都是 保持著 四百五十元 因為 這個 季度業績 都叫做 我自己的 預期 偏高的 一個水位 但如果說實 可能 他 衝到上 四百元 都未必 能夠做到 究竟 是否應該 在三百七 三百八個位 如果真的上去 放近一點 我留給你自己 去想 今天講到這裏 希望可以給你一個 參考價值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順道一提 股票自己投資自己研究自己買自己 做 責任 僅供參考意義 大家